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来是继续推动台湾创新 透过台湾创新来发现台南在地地设计 经济发展计划买在这个月18号 来办理理来创新的市集多年 严调台南市台湾创新的团队 教授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还有事业还有电视 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教授动路 台湾市政府继续推动台湾创新 台湾市府和相关团队的合作 也成功呼吸引这些团队 继续推动台湾创新的团队 因此经济发展计划买在3月18号 来办理理来创新的市集多年 严调台湾创新团队成功发表 台湾市政府这几年来 我们积极地推动地方创新 特别我们也要结合地方创新的特性 包括我们本地的DNA 跟由本地的产品设计行销 来建立我们地方的独特的价值 特别我们一定在3月18日 我们在台湾市的北区的 振兴公园的公园难道办理 地方创新成果的嘉年华 我在創下的市集活动 邀请我们台湾市的地方创新团体 到场分享他的创新的理念 跟成果的展现 然后借此来表现我们地方创新的精神 并且肯定地方创新 为台湾这块土地的努力跟支持 通过三个学和公司部门的合选配合 来辅助台湾创新团队 可以创建东北地区的计划 来发展每个区域 地区的完事 通过三片的视线来行销台湾的地市 在这间有在新的时间 创新鼓务就是真好的案 我们其实是从就是108年起 那经由就是新医区公所 乃至于就是台湾市政府 经发掘的一个协力 协助的部分 然后让我们可以向国发会申请 就是新的地方创新的一个提案 那目前呢 其实在地方创新提案当中 我们已经获得了就是中央的一个青睐 那这个青睐也包含就是相关的一个补助 那所以其实在议题的部分 我们有所谓的就是那个老屋改善 那其实在新的一个旧警察宿舍的部分 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已经改善完成了 那也持续有现在目前有五家的一个进驻店家 那在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呢 其实我们整个聚落的发展 它是一个是以体验教育为目标的一个创新聚落 这次你在创新时期多年 是跟百贵阿玛你看自己来做结合 同时也要邀请台湾创新团 对来分享力量和新各地市 为与每个地区才来不一样的方向 来迫近台湾林口会留到新的相机 既然中央市政府才能报道